郁阳千禧节目中坐姿亮了,东北大抗了解一下吗? 今晚播出的《这就是街舞》中四位导师终于齐聚,郁阳千禧弟弟的坐姿却十分瞩目,短短一会换了无数个 半做不做的靠在凳子上,两只脚翘着,还插着兜,有点可爱,还带点帅气是怎么回事 PS,跑个题,郁阳千禧的衣品是真好,青色上衣配黑色裤子,十分阳光 但是不一会就整个人上到了凳子上,双手抱着膝盖,明明快要180的身高,变成小小的一个,我端走可以吗? 边上三个人也是坐姿不同,韩庚最规整,黄子涛一直酷腿撸上去最好仿,罗志祥也快要当自己家坑头了 可能这样坐着还是不舒服,又盘腿坐上去了 这大佬的坐姿,东北大抗真的不了解一下吗?节目中小猪都开始卖萌叫千禧歌了 坐着坐着整个人还蹲上去了 虽然姿势换了无数个太瞩目,但是据说录制的时候不太舒服,小猪还在问他有没有吃药,他说现场拿了几片吃了 黄子涛也说弟弟有事都不怎么爱说,毫无抱怨地坐在那,想和他说话都看他没什么力气 千禧给人的印象虽然小小年纪但是看上去特别的稳重,还带好多项技能,唱歌跳舞就不用说了,没想到画画也特别好,INS上还在玩雕塑,平时是宠地狂魔一个,苏本人了